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星期五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明了中国帮助解决南苏丹暴力问题的立场 那么受中国政府的委派 中建华特别代表呢 日前目前正在南苏丹 以及周边的一些国家进行访问 积极的开展斡旋的工作 中方愿意继续有关各方 加强沟通与协调 共同的推动南苏丹的局势 尽快地恢复稳定 12月15号 南苏丹首都朱巴发生暴力 并迅速在这个人口近1100万的 非洲内陆国家蔓延 在种族对立的冲突中 数以百计的人被打死 大约5万人在当地的联合国基地寻求保护 华春莹说 中国对南苏丹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局势 感到忧虑 中方呢 为了表达中国人民 对南苏丹人民的这种友好情谊 已经通过中国红十字会 向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 提供了一些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还将视南苏丹局势的这种发展 和南苏丹人民的这种需要 继续地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中国在南苏丹有广泛的能源利益 中国国企中石油和中石化 是南苏丹油田的最大投资者 南苏丹的暴力影响了占其政府财政收入 98%的石油生产 中石油被迫疏散其部分员工 VLA卫视报告